咖啡飘汁 前面我做了两期河南化的探电视频 我看到好多回复说 原来牛老师是河南人 真种 的确 从我们做节目到现在 我没有说过我是哪里的 之前有不少粉丝朋友问我是哪里的 我的回复是 总有一天我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告诉你们 于是你们就看到了前面的两期的河南化的视频 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个咖啡品牌 我相信这个品牌大家肯定都很好奇 它就是创立在河南整轴里行运卡 这个品牌它在2017年就创立了 当时蜜水冰城专门组建了另外一个做咖啡的团队在运作 就是说跟他们奶茶团队是分开运作的 当时我就去过他们的好多门店 我都喝过 我还特意的拍了他们之前门店的菜单的照片 最初的店面和定位和现在的定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 当时我去的门店装修风格都是这种粉蓝粉蓝的 有点文艺的这种感觉 那时隔几年呢 为什么新闻咖的设计的这个UI完全变了 那因为现在换成了蜜水冰城自己的运营团队运营了 那现在你在看整个品牌的装修的设计 这只能说蜜水冰城把广大河南人的喜好拿捏的死死的 那接下来说品牌的定位以及菜单 我对比了一下他们三年前和现在的菜单 找到了菜单上同样的咖啡 我看了一下价格 我都惊呆了 三年前的美式卖6块 现在卖5块 三年前的冰宁咖卖6块 现在卖5块 看到这个价格 我差点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都三年过去了 你不涨价反倒还降了价 不说了 这会儿的我只想把良心打在供兵上了 其实这价格的变动能看得出 现在的信用咖已经是和蜜水整合了供应链系统了 用蜜水的供应链能让自己所有的原物料的成本降低很多 那不然这个价格绝逼开到哪 赔到哪 只能说蜜水冰城的供应链管理和成本控制 它这个系统真的是太强了 那说这么多 味道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味道 星云咖刚成立的时候 店里面用的是进口的 全自动的商用咖啡机 出品稳定度算是比较高的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喝完之后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我不敢相信这个味道是6块钱一杯的咖啡能做到的 那现在的信用咖用的是国产的半自动咖啡机来出品 那相比全自动咖啡机来说 稳定度肯定会低一些 而且对于人员的培训以及技术要求会高一些 那几天下来呢 我去不同的门店都试了试喝了喝 虽然说稳定度没有全自动咖啡机高 但是整体的这个出品还是在线的 我还特意问了问他们门店里面什么产品卖的好一些 那这边主要都是买的这个咖啡了对吧 就是有牛奶没有奶茶是吧 那这边煞咖啡买的好一点 您喝这个美式 还有麻酒 果不其然 我现在这两款也是绝大多数咖啡店的前三名 那星云咖整个运营模式很明显啊 就是采用了蜜雪冰城一模一样的方式 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 降低的成本来降维打击现在的咖啡市场 在2021年的今天啊 我们喝一杯某X版的速农咖啡 都已经要5块钱了 那甚至更贵 那星云咖的一杯现莫的门店售卖的美式 竟然也才5块钱 对比别的品牌啊 这个价格简直是吊打 以咖啡和生活方式的咖啡品牌 现在主打消费升级的今天 就是星云咖用这种方式来开拓着属于自己的这种消费市场 以及消费群体 那奶茶领域也是同样 在别的品牌都卖到30亿杯奶茶的时候 蜜雪还在卖着一杯个位数价格的奶茶 当然啊 这给跟河南本地的这个消费水平 以及运营成本有很大关系 可能星云咖你如果要是开在一线的城市 就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运作 毕竟运营成本相差太大 那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小的一个细节的地方 就是我去的梅家店 他们都会贴着一个免费供应热水的小牌子 这个品牌就真的非常了解消费者 哪怕你不在我这边买咖啡 你来店里边也能喝一杯免费的热水 那这个小牌子看似平平 那一下子就让我感觉到 他这个品牌是有温度的一个品牌 以及整个品牌表现出来的那种商业智慧 那不然蜜雪冰城今天也开不到将近2万家的门店 那蜜雪冰城的星云咖啊 它不是完美的品牌 低价它就意味着不会用太贵太好的原材料来出品 但是呢刚好那这样的定位又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一个消费群体 这也不禁让我陷入了思考 那在提倡消费升级的今天 那大家你是更愿意花更多的钱买逼格更高 设计更好的更讲究的产品 还是价格低 哪怕是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差一些也能接受 欢迎大家弹幕留言来讨论 看这些朋友一定要点个赞 转发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